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朱爱明 继续给大家播讲 黄埔军校国民党人物列传 我们接着来讲 黄埔军校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人 张山甫 那么上面讲到了 张山甫在抗日战争时期 实际上他已经成为 中国民主人士中的一个重要的领导者 他虽然不再是中国共产党员 但是以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的身份 他在将来可以即将建立的新中国里边 完全可以有一个重要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 在抗日战争时期 民主阵营里 他的那些同仁 在新中国里边 新中国人民政府里边的位置 很多都是德高望重的 所以我们可以推断出 如果张山甫一切顺利的话 他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远大前程 再加上 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 还是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 他和另外一位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 彭真的关系也非常好 所以张山甫如果没有做出 后来他在解放战争时期 发表的那篇错误的文章 他的人生道路不会出现那么大的挫折 和那么大的转变 但是很可惜 张山甫在错误的时间 发表了一篇错误的文章 从而彻底的沦为了不受欢迎 不合时宜的多余的人 1948年持续了两年多的国共内战 已经开始建分晓了 那么1948年底 实在周刊 一人渐血的指出 除非出现奇迹 蒋介石败于已定 当年大多数中国人希望他继续领导抗日 现在情况表明 大多数的中国人叫他下台 也就是从美国人这边来看 蒋介石败于已定 可就在1948年10月 中国共产党即将夺取 全国革命胜利的前夜 张山甫突然在楚安平主持的观察上 发表了一篇文章 那文章的题目叫做呼吁和平 观察杂志是上个世纪 40年代最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人文杂志 他批评时政 关注社会 发行量曾高达10万份 那么在这份1948年10月23日出版的观察上 张山甫的呼吁和平 高居头条 这篇文章改变了张山甫的后半生 那张山甫这篇文章怎么写的呢 他开门见山的指出 我们现在最要紧的事 消极的说就是打破现状 积极的说就是恢复和平 即使战事还不设法结束 和平还不肃谋恢复 避致全国人至少东北人与华北人 或至少在东北华北大城市住的人都不得火 国家更将丧尽了元气丢尽了脸 张山甫还说 核战决于有利作战的双方 而双方现在显然还无要收兵的模样 在此情形下呼吁和平 失足以朝犯贤迹 惹场无畏 非但余数无补 更且余己有损 但是张山甫坚信 不管一时怎样受尽了误会 但在理完全对 假使以民心为裁断的标准 那么今日呼吁和平 更是由百事而无亦非 他认为 这些年来国人尤其是读书人 已犯了一个绝大的毛病 就是把是非与成败利害混在一起 且常常是只管眼前的成败利害 而不管是非 其实为国家打算 只应变是非 而不应该计较个人的成败利害 凡是但令其是 就应该是就应该做 那么张山甫还指出 也许有人以为 现在有一方正打得顺手 正打得起劲 正要一劳永逸 一举而成功 在此时呼吁和平 也许会转移他们的战志 必为他们所不快 必为他们所不踩 那么打得不慎顺手的一方 是不是也不理不睬 其实不管谁踩谁不踩 这样说法 究竟仍是只顾成败利害 而没注意到是与非 这绝非看到一般人民 生活实况的说话 张山甫强调 无论如何 作传于一国之内 不管胜也罢 败也罢 遭受死伤的 遭受涂炭牺牲的 既是同一祖宗的子孙 穷民独武 总要不得 总不应该 凡真为人民的 就令不得已 而是内战 也必反对内战 不管胜败 总必爱今勿喜 那为了避免误会呢 张政府还特别指出 说呼吁和平 要求恢复和平 也必是为国为民 出于真情实感人心 而不是别有动机 别有背景 而不是为哪一作战方面 谋取喘息 整股空隙的时间 其实从张仁甫的这篇文章来看 张仁甫对于他 在这个时候呼吁和平 已经有了充分的思考 和思想认识 这是一篇典型的 两面不讨好的文章 国民党方面说 他是扰乱民心 民盟和中共方面 则指名道姓的对其 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如果是两年前 张仁甫发出声音 呼吁和平 必然会得到 中国共产党一方的赞赏和支持 但是这个时候 与两年前已经是截然不同了 张仁甫这个时候呼吁和平 是绝对的不合时宜 而且站错了立场 他下半生的人生轨迹 必然会被这篇短文所改变 1948年11月15日 民盟在香港召开 在港中支委 与各处会 第四次扩大会议 在张仁甫缺席的情况下 通过了开除张仁甫 蒙集决议案 表示 本盟盟员张仁甫 谍字违反 本盟历来的政治主张 你请开除其蒙集案 那么在这个决议案中提到 一 张仁甫于本年1月2日 在北平世界日报 公开与国民党反动分子 联名启示 拥护国民党高级特务 唐次尧竞选立法委员 此无意公开承认 委国大委宪法 及委立法委员之选举之合法 二 张神府最近 于观察杂志第五卷 第九期 更复发表了呼吁和平的荒谬言论 公开承认 蒋府的宪政 拥护蒋介石的 勘乱政策 污蔑人民解放军为匪 张神府之言行 既如上述 嫌疑走上了反人民反民主的道路 本盟为贯彻历来之政治主张 应将其蒙集开除 以为纪律 基于以上两点原因 会议通过决议 着际开除张神府蒙集 出通知其本人外 并在各报发表新闻 第二天 也就是11月16日 沈君如张伯军代表民盟 发表了时局声明 表示 张神府过去 虽曾经是民盟盟员 自通他以个人名义 非法声明解散 华北民盟总支部 和华北各地方民盟组织 投靠反动集团以后 早已失去了 民盟盟员的资格 他最近在观察五卷九期 发表的呼吁和平一文中 竟厚颜 为国民党政府洗刷 说什么 不管战争之旗有无理由 甚至说出 不管实行如何 政治到底以由军政训政 进入了宪政等梦化 还污蔑人民解放战争 为不仁也不智的冒险 和穷民的物 并劝国民党政府 在军事上争取主动 成不如在和平上赢得主动 这完全暴露出 他自己的本来面目 所以最近本盟宣布 开除他的盟集 同时为民政视听 声明还重申了民盟对民主和平 统一的看法 那12月16日 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日报 以民盟发表时局声明 重申为民主奋斗决心 痛斥叛徒 张申福等 卖身投靠为题 对上述 沈君如 张伯军的声明进行了报道 并将张申福正式定性为叛徒 紧接着一篇署名孟超的 题为张申福的狐狸尾巴的文章 在香港发表 指出正当人民的军队 取得一个又一个的光荣胜利的时候 张申福被探照灯 破得走投无路 暴露了他的真正面目 人民可以看清他多年来 打起的旗帜是什么 他的呼吁和平 是他最贴切的共认 民主的话皮最后落下来了 露出他真正的卖国的本性 我们现在揭露张申福的狐狸尾巴 把他赶回真正的主子身边 这样一篇不合时宜的呼吁和平 是张申福迅速的就由民盟的重要领导人 而变成了叛徒和卖国贼 那这里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张申福实际上在他的短文中 他已经讲了很清楚 他呼吁和平是站在人民的角度 内战永远对中国人民来说 是一个极大的伤害 张申福只是站在人民的角度 客观的对内战这个事情 发表了他的评论 他也详细的讲到了 他所表达的并不是成败厉害 而是说站在人民的角度来说 这场战争是不是应该打的战争 从中国人民的角度来说 没有人会愿意打内战 内战永远是我们的自号 我们可以把张申福的这篇文章 称作不合时宜 但是他的的确确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在阐明了他的一个观点和看法 我们只能说他发表的场合 时间和地点可能不太合适 但至于说把他定性为叛徒和卖国贼 我想大可不必 尤其是卖国贼 完全想不到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称呼 完全没有理由 但是面对来自民盟和中共方面的强大压力 张申福仍然不为所动 他坚持自己的观点 并为自己进行了辩解 针对民盟的上述决定和声明 张申福表示 我对这个决定没有感到奇怪 我也不把它看得太重 我知道沈君如和张伯军 都是值得尊重的独树人 但其他在香港的人却不是 这个决定一定是在沈和张二位 不再是达成的 我呼吁和平 目的是促进民主 虽然在目前的情况下 是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我必须尝试 我自从18岁参加革命起 就忠实于我的信仰 机会主义者的压力 是不能使我改变的 12月11日 张申福在北平自由批判杂志 第一卷第12期上 又发表了论和平的可能一文 进一步指出 现在呼吁和平 只不过是带人民立言 只是理当如此 情当如此 既不是为谁争取喘息的时间 更不会想到诱导谁投降 所谓和平 如以为就等于和谈 就等于妥协 那也是一个天大的 天真的误会 我所以再三的重言 呼吁和平 有百事而无以非 就因料到 必会受尽误会 不过误会尽管误会 猜疑尽管猜疑 打击尽管打击 站在人民的立场 为老百姓说话 替国家设想 丝毫没有别的意思 在现在呼吁和平 至少在原则上 究竟还是由百事而无以非 那张神甫这种 不认错的态度 那么他还在国统区 所以影响不大 因为民盟和中共 对他的批判 严厉批判 只能限制于报刊之上 但是对于张神甫 他的妻子刘青阳来说 情况就不太一样了 一个月前 刘青阳已经离开北平南下 到达了华北解放军的 华北解放区的李家庄 自张神甫的文章发表之后 刘青阳就感受到 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当时在李家庄的民主人士 曾经到西白坡 去接受毛泽东等 中共领导人的会见 刘青阳也去了 但他在那里等了些时日 也没有被接见 所以刘青阳当时就跑到 他的好友邓永超那里 问邓永超怎么回事 邓永超就说 张神甫先生写了那篇文章 毛主席看了以后很不高兴 你要有所表示才行 于是在人民日报上 就发表了一则启示 启示就是与张神甫相爱多年的 患难与共的 他的爱妻刘青阳所写 题目是 张神甫背叛民主 为虎作娼 刘青阳言语指责 启示称 刘青阳致函 民盟沈君如和张伯军 对张神甫的思想堕落 及其背叛人民的立场 表达无比的愤害 心中表示他要与张神甫 断绝一切的公私关系 也就是说这篇文章 既让张神甫在政治上 走到了即将成立的 新中国的对立面 也让他和自己深爱着的 妻子刘青阳 老眼双飞 从那以后直到刘青阳 于1977年去世 两个人再也没有见面 或者联系 对于刘青阳的这个举动 张神甫表示理解 他说 当我成为公开的抨击对象时 他和我脱离一切关系 他没有选择 他要保护自己和女儿 解放后 我们没有说过话 但他一直通过朋友 了解我的情况 新中国成立之后 刘青阳担任过全国政协常委 合同一省政协副主席 民盟中央常委 全国复联副主席 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 那么刘青阳在文化大革命中 遭受迫害 后来他先与张神甫去世 那么在听到了刘青阳去世消息的时候 张神甫曾经写过一幅晚联 这晚联是这么写的 生离死别千秋一汉 志同道合万事以心 从这个晚联中 我们就可以看到张神甫对刘青阳的那份深情 那么因为刘青阳发布了这个启示 毛泽东 毛浩奇接见了刘青阳 那么在西百坡期间 毛泽东在和民主人士谈话的时候 主动就说起了张神甫 也就是在这次谈话中 张神甫被毛泽东称为顶头上司 成为后来流传甚广的一则议事 当然毛泽东这么说的 他说我连大学都没有上过 我只是中学毕业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一个小职员 一个月八块大洋 张神甫就是我的顶头上司 那随即呢 他就把话题转向了张神甫的那篇 呼吁和平 他说你们看到他发表的文章了吗 我们快胜利了 人们就劝 人家就劝我们讲和平 可我们倒霉的时候 就没人帮我们说话 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关于这篇文章 张神甫在新中国建立之前 他是非常坚定于自己的立场 认为自己没有做错 那么当时全国的其他民主人士 对于张神甫这种做法 也有很多的看法 那么有一种看法 认为张神甫 是为了在分乱的时局面前 发出与众不同的声音 来显示自身的存在价值 认为张神甫始终不肯忘记 他过去的革命历史 比如说与毛泽东 在北大图书馆同事的 这一段历史 包括他是周恩来的 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 以革命前辈自居 如此沉重的思想抱负 才使得张神甫 发出了这么样一篇 不合时宜的文章 但在新中国建立之后 面对着生计的压迫 张神甫还是低下了 他那高傲的头 1949年初 中共高层 中共高层从西北坡进京 张神甫当时给他 七日的顾交 周恩来写了一封信 不久周恩来派 齐燕明找他谈话 然后每月给他 30元的生活费 因为张神甫没有工作 一时生活无着 当然张世昭 曾经跟毛泽东讲过 说张神甫也算是 我们党的老人了 他的工作应该安排一下 当时毛泽东回复是说 他是我的顶头上司 我怎么敢安排他呢 那么后来呢 在周恩来的关怀协调下 也是出于保护张神甫的 这个目的 那么北京市市长彭真 为张神甫在北京图书馆 找到了一份工作 因为1936年 彭真在北京做爱国学生的时候 认识了张神甫 当时就对张神甫产生了敬意 他曾经 他劝过张神甫 不要回到北大教书 因为这样的话 他的名誉会再次受到打击 北京图书馆呢 是一个低调的机构 在那里张神甫可以得到一个安身之所 而且这里呢 张神甫能够终日与他最爱的书作伴 拥书而作 这正是他喜欢的人生境界 张神甫的住处呢 是在北京黄化门的一处住宅 原来这里是敌伪的产业 建国以后有关部门 想打算将他充公 周恩来亲自批示 扔由张神甫居住 不收房租 就这样呢 张神甫在北京大 北京图书馆埋头读书 但是不能发表文章 也不能出版著作 那么在当时的大刑事 以及自己所处的境地 这双重影响下 张神甫开始对自己以前所犯的错误 进行反思 乃至忏悔 1955年3月9日 张神甫在北京日报 发表了一篇题为忏悔的文章 对自己六年前所犯的错误 感到深痛的悔恨 在文章中他这么写的 我最不该在1948年10月间 在北京就将解放 简里斯卖国反动政权崩溃之事已成的时候 荒唐的写出了一篇 足以迷惑人心 扰乱阵营 动摇 市制阻挠人民革命大业 而延长简离时反动政权受命的呼吁和平 且登在当时流行最广的一个刊物观察上 幸而当时党与民盟采取了必要的紧急措施 才使得一种极不利的局势为之形成 这更是由于我一向过于主观 过号表现 不知自己立场 发言不考虑后果 不能周围全部的客观事实 迷于局部表面情况 而不能深查事情的底里 与党的路线不能配合 以致整个丢弃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一直到晚年 张神府还多次提到了呼吁和平一文 他曾经向人解释过 这篇文章一些写作的背景 他说 我写这篇文章赚了三千元 你要知道 当时这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教授们那时都断粮断想 吃饭是一个问题 楚安平观察杂志的主编 当时是很著名 很受尊敬的人物 他向我所稿 我怎能拒绝 他的杂志是当时民主刊物中销入最广的 同时一缴稿就有稿费 我大概是他稿筹最高的作者之一 同时他进一步指出 当时每个人都对战争厌烦了 但对我来说情况更为不妙 因为我被困在北平 于是我写了呼吁和平 几个月之前 中共自己也曾做出同样的呼吁 但我不知道战局在农村中已经扭转了 中共已取得了上风 他们要打下去直到胜利为止 几个星期的时间 几百里路的距离 使我的文章落后于中共的观点 张政府在晚年的时候表示 他一生后悔的事不多 但1948年的这篇文章 是他后悔的事情之一 我总是不理后果 想到什么便说什么 我没有政治智慧 不懂得有时要开一眼闭一眼 结果受到党的最严厉的批判 我的政治地位从此完全扫地 1956年的时候 当张生甫又一次书生气的 替他的朋友张伯军 说了几句公道话的时候 他就被打成了右派 好在周恩来又一次保护了他 那渐渐的张生甫 他的性格 他为人处事的态度 和他的一些见解和主张 都发生了变化 比如说1955年 胡锋一言获罪 被罗制成了一个庞大的 反革命集团首犯 一时之间全国上下 对胡锋集团都是愤怒的声讨 那么有人认为张生甫 这种有问题的人的表态 有更强的示范作用和预警功能 于是张生甫在光明日报 发表了一篇题为 必须严惩胡锋 这群万恶猎徒的文章 仿佛是为了让读者们明白 到底哪个是张生甫 那么在作者姓名之前呢 编辑还特意加上了 北京图书馆研究员 这一个定语 张生甫渐渐的把他的兴趣 都放在了他最喜欢的书上 他会把大部分的工资用来买书 每天下班一回家 就会钻进书房里读书 直到深夜 他的人生对世界的这种思考 渐渐的让他变得更加的豁达 他开始有了一些其他的生活兴趣和爱好 比如说张生甫 他春天的喜欢种橡日葵和玉米 到秋天的时候 和朋友们一起分享丰收的果实 他的很多问题看得更加的豁达 更加的心性淡薄 他的一位往日的学生 曾经在街上北京的街头偶遇了 这位曾经以风流倜傥著名的 名教授和哲学大师 那么在这个学生的回忆里呢 当时的张生甫 样子很潦倒 精神挺颓唐 腿下还加了一套 四本木刻的现装书 那么他学生当时就看了一下 这套现装书是什么 居然是麻衣相书 所以他的学生非常的惊讶 因为他就感慨啊 说当年那么勇敢的跟反动势力 进行斗争的人 居然沦落到靠读麻衣相书 过日子的地步 其实心情的寂寞是可以想见的 但我想说的是 我没有何尝知道 当时张生甫心里真正的想法的 文革期间 虽然张生甫已经远离政治很多年了 但仍然没有逃脱厄运 经常被拉去陪斗 家里呢也更加冷清 很少有人来看望他 但张生甫以一个非常豁大的心态 度过了他人生中最难度过的这段时间 本歌结束以后 在1982年7月 张生甫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我的世界观》 漫谈如何为人 怎样对人 在这篇文章中 他这么写道 由知己 进而更知人 知如何对人 更加待人设想 要责人先责己 见责于人 要先自责 张生甫试图总结自己的一生 同时告诫 同时代的人 1986年7月2日 张生甫以93岁的高龄逝世 那么人民日报在公告中 对他进行了最后的定论 著名的爱国人士 我党的老朋友 张生甫他是五四知识分子中 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年轻时候的他充满热情的介绍 宣传社会主义学说 他对于个性独立 个性发展为核心的个人主义 自由主义观念 也就是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 那作为马克思主义的 异界者 信仰者 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 他对于集体主义为目的的 大同境界 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始终怀有着深深的崇敬之意 所以呢 这就和他眷恋着的 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 产生了深深的冲突 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博士 舒亨哲 专门研究中国现代启蒙运动 他从1979年底开始 在长达五年的时间内 对张身甫进行了多次的采访 又花了若干年时间 整理与核对材料 最终完成了张身甫访谈录 这部著作呢 对于我们了解和认识张身甫 有着很大的帮助 这本书写的非常的到位 论你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 张身甫的高傲自负和意气用事 无人能出所其用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陈独秀的风格 但是陈独秀和张身甫相比 还是有一段的距离 这从张身甫在建党和退党中的这个过程 最能说明问题 若论思想的深邃和信仰的坚定 张身甫无法与李大钊相比 论处事的机敏和意志的坚韧 他和周恩来无法相比 论维学的专一执着 他不如梁树明 晚间的张身甫也自己说过 他在自己自学的毛病处 加入了浅尝折纸四个字 他说他总自己感觉自己有这个毛病 这个毛病与用心过分是分不开的 就用心过杂 用我们一个通俗的说法呢 张身甫他更像是黄小师 各方面都有涉猎 但是呢 没有办法专心一意的 把这件事情钻透 当然这也是相看相对于谁来说 他是相对于那些在各个领域 处于顶尖位置上的人物来说 他没有钻透 对于平唐人来说 那么张身甫 他的学识 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上 所以我希望通过我的这个简短的介绍 能够使大家了解张身甫 这样一位对于中国的大时代 对于中国共产党 还有对于中国国民党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人物 他到底在这个时代中所处的位置 以他的主张信仰和观点 那么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顺着我所讲的进一步的 深入了解和研究进去 这对于了解那个大时代 尤其了解大时代中知识分子 他们心中所想有着很大的帮助 感谢观看